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胶》 作者 苹果小姐 第四十集 检查 拳头微捏了一下 荣衡挪目看向苏青 闻心公主招招绝杀 苏青每每在那杀招近身分毫之处 巧妙避开 几招过后不见苏青还手 闻心公主大怒 你为什么不出招 苏青笑道 我这个人不喜欢打打杀杀 全场 闻心公主 就连心头分外担心苏青下一瞬 就像大佛寺后那个暗卫吐血倒地的荣衡 也险些喷出笑来 这睁眼说瞎话骗人家 良心不痛的吗 闻心公主发狠 一掌劈向苏青脸颊 给我出招 苏青巧妙躲过 你确定 那我要提醒你 能靠智商的时候我不轻易动武 但是 等我动武的时候 往往大家都求我靠智商 闻心公主杀气腾腾 费什么话 好 你求我的 不是我主动的 苏青道 说完 苏青一个侧翻身 抬腿 朝闻心公主的胸口 蹬了过去 只是在闻心公主 要躲开的一瞬 她原本踢她胸口的脚 就稳稳落在 闻心公主的屁股上 屁股被揍了一脚 闻心公主脚下不稳 不由向前挤不列迁 一个大公主 大庭广众之下 被踹屁股 这种耻辱 闻心公主气得快要炸了 江江站稳 就疯狂反击 只是苏青没有给她机会反击 就在闻心公主 站稳捏拳的一瞬 苏青朝她后背心 连环蹬了三脚 穿红带子的闻心公主 就被苏青劈飞起来 凌空大约一米 光当落下 稳稳落在北宴三皇子脚下 惨白的小脸上 嘴角带着血 苏青朝北宴三皇子看去 继续吗 北宴三皇子 置于桌子底下的拳头 都要捏烂了 他愤怒地瞪了郑国公一眼 转瞬脸了情绪 朝苏青道 此荆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是闻心既不如人 苏青一笑 那 九殿下还是我的 北宴三皇子咬牙 笑道 这个 本王说了不算 还要看文心的 毕竟第一轮平举 第二轮紫荆将军胜出 兴许第三轮 文心就能够获胜 也未可知 苏青不以为意地笑道 好 说吧 苏青看向地上趴着的文心公主 非常温和地道 公主 下一轮比什么 文心公主 他能说 他现在站起来都是问题吗 怒火攻心 再加上受了点内伤 文心公主 将将胳膊撑起 就要站起来 但是白眼一翻 一头栽倒过去 北宴三皇子眉头一抖 脸色微变 狠狠看了苏青一眼 忙绕出书案 去扶文心公主 文心 文心 皇上看了苏青一眼 不是说让你注意分寸吗 快传太医 宫中大宴 太医都是在一旁守着的 得令 几个太医匆匆上场 一番把脉之后 苏日灌给皇上瞧病的太医 就目光复杂地 看了北宴三皇子一眼 然后朝皇上道 陛下 文心公主 许试比赛得累了 皇上 意思是 睡着了 皇上一双眼 盯着太医 你们都是认真的吗 太医 北宴三皇子冷哼一声 哼 溃朝太医这话 未免太难听了 你是想说 我妹妹畏惧和紫荆将军比赛 故意假装昏迷的 太医 这种话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怎么还说出来呢 对上太医的目光 北宴三皇子怒道 放肆 我北宴国皇室 岂能容你们如此羞辱 宇洛 朝皇上道 不仅陛下有寓意 本王此次前来 也随性带了寓意 若是本王的寓意 和贵朝的不同 还请陛下 主持公道 说完 压根儿不等皇上开口 北宴使团中 一个年长的就走出来 蹲身诊脉 翻了翻文心公主的眼皮 然后一脸征寻地看向北宴三皇子 您让我怎么说呀 北宴三皇子 一脸怀疑人生的低头看文心 难道真的是装晕 北宴三皇子的嘴角抖得停不下来 皇上一脸关切地询问 究竟是如何 北宴太医 收不到北宴三皇子的目光暗示 思寸离顺 就到 启禀陛下 我朝公主原本是昏厥 只是公主武艺高强 等到贵朝太医来了之后 我朝公主已经从昏厥变为安睡 这实在是公主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众人 原来你们北宴是这样的北宴 就在这个时候 苏卿忽然开口 陛下 既然御医都来了 臣有个请求还望陛下恩准 苏卿开口 卸了大家的目光 北宴三皇子趁机 命人将文心公主带下去 自己又重新落座 脸黑如锅底 他绝不相信文心在装睡 目光金凉 北宴三皇子看着苏卿 皇上也看着苏卿 和蔼可亲道 说吧 什么请求 苏卿就到 陛下 方才臣作画的时候 觉得颜料有些问题 还想请御医瞧一瞧 苏卿此言一出 荣衡立刻朝郑国公看过去 郑国公脸色发青的样子 就一丝不落地 进了荣衡的眼 皇上略皱眉 朝御医点点头 御医上前 剪了方才文心公主 作画的颜料 细细检查 片刻之后 朝皇帝道 并无问题 苏卿就指了自己的颜料 劳凡再看看这个 御医走过去 才拿起一样颜料 就脸色微变 他这样的表情 令全场人的呼吸一致 真有问题啊 嗯 如何 皇上也忍不住身子 向前一探 沉着脸问 御医忙回禀 陛下 资金将军用的颜料 的确里面加了药粉 此语一出 全场哗然 谁这么缺德 苏卿和文心公主比赛 可是为了九殿下的所有权 这么害苏卿 不正好成全了文心公主 这 这个道理在大家脑子里一转 所有人的目光 都重新落在北燕三皇子身上 苏卿被害 就是他们北燕受益 北燕三皇子顶着众人的目光 一脸坦然地看向皇上 陛下 臣等从进宫便一直在陛下左右 无人离开 皇上若有所思 朝御医道 这药粉 是何功效 御医便道 普通人使用 只会全身麻乱无力 用无者使用 则会五脏聚碎 这话 吓得大家倒吸冷气 频频朝苏卿看过去 这真是命硬啊 皇上脸色彻底沉下 那苏卿可是中毒 太医给苏卿把脉一瞬 点头 药粉通过肌肤渗透 已经进入将军体内 荣衡的心 不由得狠狠一抽 像是被人捏住 被燕三皇子冷笑 太医这话真是谬论 既然你说 武者使用会五脏聚碎 那刚刚紫荆将军 为何安然无恙啊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